Hello 大家好 又來繼續開Super Mario Mini Figure Series 第二代 又是時間關係了 隨便拿了兩包 開第一包看看是甚麼怪獸 我們一定不會重複的 因為我是原兔買的 這次開到哪兩隻怪獸 看到配件是紫色 即是紫色魚 讓我拿來收拾配件 我們繼續 零件收拾齊 這是說明書 背面是這樣的 我們又來組裝舞台 好 完成了 比較簡單 我們先把手機收拾配件 也很難看 我們先把手機收拾配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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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件亦有公仔 一條魚 弄好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有樣子 這隻怪獸已經弄好 今次多了這麼多零件 再繼續 好了,組裝好了 放在座位 放在座位 這個舞台可以躺下 因為有個QR曲在後面 躺下才可以讓貓鱗踩到 放在旁邊 好,我們現在開另一包 看看是甚麼 嘩,又是很多配件 好,收拾一下再繼續 好,零件已經分類好了 這個就是它的說明書 背面一模一樣 就是這隻 紅色軌 這隻是炒到最貴的 看到有很多私人件 現在先砌一下 先砌一下底部 底部比較簡單 你沒有看錯 就是這樣 底部就是這樣 好,現在先砌一下最漂亮的怪獸 然後現在先砌一下 先砌一下 然後先砌一下 先砌一下 先砌一下 然後再砌一下 然後再砌一下 我們要先砌一下 CAD 這隻 現在已經是新鋸鋸 在背面放晶片 麻煩你監製 背脊的QR Code 亦有它的公仔 正面是放些什麼呢? 就是這塊大絲印件的樣子 終於組好了 先放進去 就是這樣 這次是紅色鱷鱷 還有紫色飛天魚 收拾好零件再繼續 這次就是這兩隻貴獸 有請Mario出來 魚飛走了 先對付你 踩它就會有這樣的聲效 要踩多一下才有錢 好 打一條魚看看是怎樣 麻煩放下這條魚 喂 不要妨礙我 這樣還是有錢 哇 好厲害 我先切去 這條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 繼續開Super Mario Mini Figure Goodbye